王毕胜连两天到基隆开会讨论类普筛 但怎么执行依旧没消没息 目前的动作只有先送20万个快筛事剂到市府存放当备用 不只速度不够快 专家认为执行力也不够果断 为了唯独疫情才推出类普筛 却不打算强制执行 专家不看好成效 前级管局副局长施文仪也说 现在要做的应该是血清学调查 勾勺就只能一直追着疫情跑 政治医师攀建制直言 类普筛有政治因素 是因为这波防疫是否螺丝掉满地 想靠类普筛挽回面子 我应该请到地方 现在里面在研判 为何只有基隆要做类普筛 陈世忠这番说法似乎有些矛盾 因为像桃园新北社区内也有不少隐藏个案 难道这还不符合中央的多点爆发标准吗 我们现在没有讨论到桃园的事 我们先在基隆先做个示范 我们完全没有考量这个什么 我想都想不出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王毕上还家一切都是防疫考量 但毕竟今天4月1号了 明天开始就是清明假期 唯独病毒恐怕来不及 专家警告 廉价跨现实移动会再引爆另一波疫情 因为病毒可没再跟你放廉价 TVBS新闻洋情博战科 吉隆台北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